大家好,我是副里梅 今天呢,我们请最方父子的注册营养师 Jessica和大家聊聊春节期间的健康食材 春节期间食材方面呢 肉类方面多选择鱼肉类来代替红肉类的食物 像猪牛羊等减少不好脂肪的摄取 那同时大家也别忘了要多吃蔬菜才能达到均衡饮食 那用什么油比较好呢 比较健康的油类选择有这个芥花籽油 葡萄籽油以及橄榄油 那橄榄油可以油炸吗 基本上如果是耐高温的橄榄油是可以油炸的 不过我们比较建议是多用清蒸、清炒、清炖 以及烤的方式来代替油炸 春节期间呢,肯定是少不了甜食了 那吃什么比较健康呢 那甜点方面呢,尽量多选择当季的新鲜水果 做成水果盘来代替高糖甜品 是比较健康的选择 希望您的团圆饭呢,吃得美味又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